今天的话题有点沉重 实在是太惨了 河北邯郸那个被三名初中生欺凌并杀害的小光 太让人心碎了 一个13岁的少年还只是个孩子 就被三名同班同学约住气 残忍杀害并埋食菜园 甚至用铁线把这个脸铲得泄入模糊 这个父母心都碎了 这是多么冷血无情 那几个行凶的孩子哪来的胆量 真是残忍至极死有一顾 但是现实可能会更加残酷 这三个孩子毕竟都未成年 可能都死不了 就算判无期判死刑又能怎么样 什么时候执行又怎么执行 都是一个未知数 这一惨案一下子就毁掉了四个家庭 太让人心碎了 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都应该是一张白纸 什么都不知道 都应该有那份人之初的善良 才十几岁就变成了这么残忍的恶魔 为什么究竟是谁的责任 究竟是谁的过错 还有多少这样的小恶魔正在成长 我只知道现在的很多孩子呀 你大人更猛更狠 现在的女人女孩比男人更开放更肆无极态 为什么会这样 谁来负责 不值得我们深思反省吗 只会生 不会养 不会教 学校也只知道成绩 不教孩子做人 社会上 法律上 对青少年更是过度保护 甚至纵容 才成就了今天 归根到底 是教育问题 我早就想说 我们的改革开放 最失败的就是教育 看看我们的学校 只知道排名次要分数 成不成人 没人管 也没人敢管 家长大闹校园的事 比比皆是 老师因为管得太严 再加上方法不恰当 被处分 被降级的 比比皆是 我敢说 没有一所学校 真正的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得益教育 得益为主 育人优先 一直以来 都是口号 都是空话 什么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教育 早就跟学校没了关系 学校没了成绩 其他再好 也不是一所好学校 低了分数 考不上重点 上不了名牌 家长也会怨气冲天 谁都知道 不成人 即使成了财 也是害人的 财越高 危害可能也越大 这难道不是体制问题 不是系统问题吗 多好的教育方针 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德育为主 先成人 后成才 统统都是形式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吸人血 吃人肉 都是早晚的事情 作为曾经的教育工作者 我一直盼望着 本次的人代会 会有人关注一下教育 关注一下德育教育 关注一下先成人 后成才通过体制改革 改变一下现状 但是直到今天 一个提案都没有 也可能是我没看到 中国教育的未来 到底在哪里 还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 都什么黄利了 还保护个啥呀 妇女儿童都成了什么样子了 这两部法律 应该说是在那个未成年人和妇女儿童 受到严重侵害 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真正保护的环境下 制定出来的 现在呀 这两部法律 更多的成了一些人 推卸责任 肆意妄为的依据和理由 早就应该改一改了 在完善 正常的法律法规下面 任何群体 可能都不需要特别的保护 我就不相信 这么严重的校园欺凌案件 一点征兆都没有 相关学校和老师啊 稍微上点心 也不至于酿此大祸 家长们稍微重视一下自己孩子的思想和言行 也不至于出这么大的事情 据说呀 直到今天 这个受害者的家人 连一个最基本的道歉都没有接到 这都是些什么家庭 什么人 所以我说 这件事或者说这一类事情 家长 学校 社会 都难辞其咎 我们的教育改革 任重道远 德育教育 任重道远 法治建设 也任重道远 您觉得呢